泡温泉很享受 而如果一边泡温泉 一边享用美食 那真的是太过瘾了 在宜兰知名的温泉香郊西 就有这么一家拉面店 客人可以一边吃拉面 一边把脚放在温泉里 从头到脚热乎乎的 在冷冷的天气之中 这样吃面别有一番风味 窗台前排排坐 这群人到底是在做啥 顶着寒风吃拉面 不过他们可一点都不冷 因为往下一瞧 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脚 全都泡在热乎乎的温泉里 从脚乱到全身 在日本才有这个特色 在这里都找到 因为香港没有的 所以我带他来这里 他不知道这里有这个 我在网路上面看到 连香港游客都莫名而来 煮烫拉面的魅力 让这只有八个人的座位 天天都鸿满座 最高细路一天可以吸引七八百人 而会有这样的创意发响 全都来自老板娘高分 我非常爱泡汤 有多爱 每天都要泡 而且一天泡两次 如果说能够在泡完汤之后 吃一碗拉面 是一种很棒的享受 如果说能够泡汤又能吃拉面 可以一起的话 那是 那不是更棒吗 就是这样灵光一闪 高分四年前在宜兰郊溪 开了这间拉面店 不过原以为的新奇创意 没想到一开始客人却不买单 一天没多少客人 然后当初我们都希望客人看 要不要泡脚免费 然后很多客人都甚至不要不要 真的对真的是这样 他觉得很奇怪 就很奇怪 他们觉得没有看过吧 就很打击啊 就很打击真的 开店第一年 几乎没什么客人上门 也看投入的两百万积蓄 就要付诸流水 老板娘高分选择苦撑 后来靠着网友相传 才让小店打开知名度 我是觉得说生意好不好 先放一边 一定要把品质做好 那生意不好没关系 我们只要用心去经营 那客人他吃了以后会回流的 一定会 然后一个一个这样介绍 咖哩拉面好了 纯骨拉面好了 深知用心才能长久的老板娘 一碗拉面也毫不马虎 熬了八个小时的大骨汤头 再加入高丽菜 三星葱 苹果 红萝卜等 继续细火慢煮 浓浓的乳白色汤头 喝得到所有的精华 而面条也是特别选择 比一般更细的拉面 这可是有原因的 面的细 比较细的话 它巴住汤的部分会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当初选择 细面是这个原因 然后我们也试过粗面 但是我觉得说 好像细面吃起来 跟这个汤头会跟我们的东西 比较结合 一口拉面 一口汤 双脚还泡着暖暖的温泉 在冷冷的冬天里 真的是超舒服的享受 天气冷的时候边泡边吃 然后就一点都不会冷 然后这个 会把这种 这什么体验的那种感觉 就是留下 跟一般吃拉面不一样 很舒服 然后上面很热 下面也很热 配着拉面一起吃的猪排 老板娘特地选用肉质 比较有残性的黑猪肉 切成厚厚一大片 裹上面包粉 下锅油炸 酥脆的诱人声音 让这跟手掌一样大的猪排 一天可以卖猪上百片 而生鱼片丼饭 则是每天从附近鱼港 送来的新鲜鱼货 切下满满三大片的竹甲鱼 最后打上一颗生蛋黄 浓稠滑嫩的口感 料多实在 来生美 由于温泉有热气 不适合在室内 加上外面又是人车行走的马路 因此足汤拉面的座位 就只能何处八个 常常都像这样 外头围了一群人 等着泡汤吃拉面 不过即使生意已经附上轨道 老板娘依然不敢懈怠 有时候我都会想说 客人吃我们东西的表情 我也会去看 是不是很满意 然后吃了有点头 这样子我会觉得说 就会很放心了 注意每个小细节 就是老板娘创业成功的小秘诀 虽然38岁才开了 属于自己的第一间店 但她说只要肯创新 敢做梦 永远不嫌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